今天晚上 不好意思 站在那邊比較多的時間 那真的是很希望 也是提醒大家的意見 我就是那個一開天 會不會做這件事逃走的人 我真的是逃走的 因為 因為 那時候再算是要多少錢 然後我們就說十萬吧 然後其實想說十萬 絕對不可能只是十萬 連十萬 連五萬都拿不出來要怎麼辦 然後而且那時候會一直想說 比如說值不值得啦 就是大家多窮 唱這一直都沒有錢 你十萬 至少十萬塊 後來花了三十萬 就果真是十萬絕對不夠 一直就一直在想這件想說 我們帶著居民去 就一直相信我們 說可以做 他們就覺得可以 一定可以做這樣 那我敢不敢跟他說可以做 我第一天是先逃走回去想說 到底可不可以 但我真的必須要講 我覺得 也很感謝居民 真的相信這件事情 因為 我們看了這麼多場 像那個文聰剛剛講的 非常非常辛苦 什麼事你都做過 就是連撒賬人都做過 這大概是 其實那時候因為 避案爆發嘛 就會覺得說 這個案子背後 有一種很可惡的利益結構 其實一直沒有 就是想讓社會上知道 背後有一個很可怕的 草地的集團啦 所以我們才會 蟑螂去做這件事 做這樣的事 這些抗爭對居民 真的非常的辛苦 但是其實 你說新聞報 就是一天 一個時段 就這樣就沒有了 然後真的 會去看這個 這個東西的人真的很少 可是 剛剛居民也講了 就是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整個 所有的居民一起來 跟外面的職工 一起做出這件事情 這過程本身 就已經非常非常的有意義 這做完之後 帶來了三四萬的人潮 我後來跟其風 我們在分析我們就說 你們辦一場遊行 有三千個人來 我們可能就覺得 這個遊行其實還不錯 一場遊行 可能也就是五六萬塊的錢 就是還會覺得 那我們這樣子 吸引了這麼多 三四萬人來 其實然後來的人 會認真的去走訪 這整個徵透區裡面 不同的區塊 所以剛剛居民可能 很多東西 我們也來不及呈現 有些照片 有興趣都可以看我們 反過現在有沒有網站 那時候我們做的 除了小熊之外 另外兩個區塊 都有大型的裝飾藝術 剛我這麼講之外 我們還做了 皮膏的導覽 也做了 因為第三 跑到靠海 那邊有濕地 有海邊的許座港 濕地的賞鳥的活動 然後我們也在 沛系的鐵工廠 辦了三一種 或再三一種 那個日本陳鐵工廠 增收案的紀錄片 那這幾個點 都是透過這種 不同的方式 讓來參訪的人 去看到 這塊這時候去的 土地上的 各式各樣 居民真實的地景 對 所以其實是透過 這樣的方式去 也跟桃園先生 做一個區別 就是我們是真的在 請大家來看這些地景 這樣子 所以 好 我不要再講下去了 但是很希望大家有什麼想法 可以跟我們一起分享 然後大家一起來討論 或者 想知道什麼 請說 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 好像 那個 在政治方面的焦點 好像 因為 航空城應該是國家的計畫 怎麼會 除了 好像只有針對 五次亞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 國家重要政策 的計畫 應該也要針對到馬英九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辦了這個 小熊這個活動 應該不是只有靠付款 應該還有一些周邊商 商品這種 比較商業型的 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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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有想 因為 就像那個 黃色小一樣 哇 也是一整排 它就是 動性規劃 然後 那個周邊商品 是大家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那種 那種小寵物的魔力 它就 會自動拋錢 就很多這種 很盲目的 這個部分就是 供台中參考 我們當時真的是來不及 而且說真的 你要先把這個商品做出來 你要往筆塵 當時是已經透支到 大家都快哭出來了 就是 我們木木木那時候 大概是不到十萬塊 我們就覺得說 好吧就開始試 那真的是完全就是 完全是沒有錢就做了 對啊 沒有啊 那時候我跟秦鵬好歹有一點點 就是應該十萬弄不來的東西 對 但是 對啊 所以完全沒有錢 也沒有時間啦 因為那時候我起著 要在選舉之前 做這件事情 然後希望可以影響到一些 製造性輿路 所以回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當然這個案子 一直有訴求 中央 尤其是交通部 然後像整個營建署的審議 也都是對中央的 那當然對馬英九 對江儀化 其實行政院大地也去過 建設院也糾正過 就是中央其實跑了很多次 那主要是說 梅芬姐家 倒是 因為這個計劃其實是兩本計劃 有在一起的 一本叫做機場園區建設計劃 它是交通部的範圍 但是另外一塊叫做 附近地區建設計劃 那個真的是完全是 桃園縣政府要的 那這個計劃變成現在這個荒唐的樣子 基本上是蛋白區加上去之後的事情 就是整個建設計 那個蛋白區的規劃 就是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駐上去 所以那個地方是特別的誇張嘛 對那剛好 當然這個地勤節的辦理 針對對象當然特別的是 桃園縣政府 包括因為他們自己辦了一個很 很爛的地勤節嘛 然後他們地勤節一直都是這個風格 小鴨放皮膏 皮膏就填掉 然後兔子放胖跑道跑道就拆掉這樣子 然後燒掉跑道又要拆掉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會針對他 那剛好也是依依就會選舉 所以就覺得說 希望能夠行出一些不同的輿論 對啊 至少在地方去呈現出 他不是真的地方居民 對於這個政策這麼的背書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扮演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對 其實吳士楊在大園的路子都輸 這兩箱他的選票是很適合的 就像出一萬多 一萬五千多 對 所以其實跟大家印象中的 航空存在地區非常支持的是不一樣的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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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 問一下 就是 那會不會就像 像黃色小兒還有那種授權商品 那 之後如果已經商業的話 那是不是也要先趕快買好版 用好幾個版本 這個部分我來幫你做一個解答一下 因為我們在做那個小熊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家都非常忙 像我自己其實有些工作 那每天都是我只能利用早上 然後下午一點半就要趕快去那邊上工 那去那邊上工是 就是我如果不出現在那邊 那 所有的東西都停擺 因為大家都在等我的指令 那我可能說 譬如說今天 因為每天來的人都不一樣 每天都不一樣 譬如說今天來前面這三個 然後我會跟他講說 那你今天要敲這個木管 你要把它盯好 那另外這三個說你要撿布 那另外這三個你要弄哪個地方 那 那明天呢有另外三個人 那三個人說他自己也沒有做過 他還在指揮這三個人 然後我還在現場 那我們可能還在叫木檯 然後我還趕快把那個 手啊腳啊把它圖畫下來 然後旁邊還有人趕快割啊切啊 所以每天工作都非常非常忙 然後我們真的也想做一些周邊商品 可是呢 因為我們東西沒有做出來 連熊都快做不出來 怎麼會有時間去做其他的周邊商品 那當然你可以講說 請其他人幫忙 可是 當我們找其他人幫忙說 當我們原本我們還有計畫 就是有一個展區 它甚至是有 我們計畫是三十隻鹿 然後就鹿大遷移 可是那一熊都要做不出來 然後呢 又丟回來給我 然後我們想說 那我們要做稻草人 對 所以很多東西可能說 我今天提出來我說要做熊 那可能就說 我就要負責做熊 那可能就說 我今天如果提出來說 好 那麼做這商品 那可能就是我要做做一件商品 那如果我今天還在提出任何 我當然還有很多想法 那我最近再丟出來 那 我在想這個東西到時候 還是變成我要負責 那其實我們真的很想 多做一點東西 可是 在那樣子的環境 那樣的時空 那樣的金錢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那如果今天來到台中 我當然希望 如果大家有多點時間 多做一點商品 那真的可以補足 可能來這邊做一些 一些經費上的問題 不過絕對就是 要先事先的要去規劃 要去製作 而不是說臨時 然後就把東西生出來 你們大概想說 我們可以做很多小熊 賣有多好賣 就是說做一些東西啊 一定會很好賣 可是這樣那樣的時空 真的 沒有時間 沒有錢 然後能力不足 還是讓大家有比較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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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覺得我今天我看到了一個 專業的 有知識的人 以及跟著結合 那他舉辦那樣子 我覺得 比如說應該會有更大的力量 會有更好的效果 對 那我想問的是 就是關於 我剛有大概聽到就是他促成通過了 那我想知道他後續的程序大概會怎麼樣 那之後有哪些地方 可能有一些契機 可能會有什麼 對 他現在是 都市計畫審查 都市計畫審定 就是審查通過 但是因為之前的爭議很大 所以他現在審定了 但是他沒有合定 也不會發布實施 因為要保留可以回頭修改的機會 當時那個時候 一些記者會跟 利保養協調會要到就是這樣子 所以都市計畫過了之後 接下來會進入土地徵收的階段 所以這是下一個階段的重點 就是說在土生條例的一些規範裡面 我們會重新去檢查 每一塊土地 是不是可以被徵收 那為什麼被徵收這樣子 那尤其因為這個區塊碰到特定農業區 那特定農業區是台灣比較好的農地 所以他被受到比較多的保護 那在航空城這個案件上 透過過去的一些壓力 現在原則上 是一定要辦所謂的行政聽證 有聽過聽證會嗎 好 那比較大的差別 是像剛剛居民講的 之前很多就是徵收外 他刻意的話 都只辦公聽會或說明會 那這個我覺得我們居民 徐蘭貝有一個非常精準的描繪 他說他去了三次公聽會 他的感 他去了三次說明會 他的感覺就是看度不在傳播 他說你放度不在就好了 我每次去你講一樣的話 我問我什麼問題 你還是回到我一樣的話 然後就是差不多他愛講什麼不是那一套 他絕對不會真的跟你有任何交流 就是各說各話 然後他什麼都問什麼都拿不到 拿不到答案 那這是我們目前有的民眾參與形式 或者說三分鐘進去 委員看著都不看就不覺得 就像這樣的形式 所以我們期待的行政聽證 他在行政程序法上面 有非常嚴謹的規範 那他原則上在招牌之前 必須先把所有的爭執點列出來 就是準備程序喔 準備整點 那在行政聽證進行中 要有一個中立的主持人 然後兩照 就有點像法院啦 你可以想說行政的法院的感覺 那這個主持人就是 就每一個爭執點必須逐一討論 比如說跑道蓋不蓋一蓋啊 我們運量真的有這麼多嗎 我們的為什麼第三跑道 不可以在南邊要往海邊 就是一個一個點都 全部透過兩邊的辯論 討論出一個至少在那個場上的結論 然後這些東西會做成會議紀錄 那我們的行政程序法要求 我們的行政警官必須參採 那不參採要說明理由 那到時候這些資料 都可以成為未來訴訟的 很重要的有效力的文件 對 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程序 是在調給航空成員的上 土地政調調例 在當時農政的修法之下 讓他放進來的 所以有特農區一定要開行政聽證 就是以航空的狀況 因為他爭議共大 我們當局在政府他爭議很大這樣子 他的要求是重大建設爭議很大 遇到特農區 那就要開行政聽證 那現在會開 可是政府非常的滑頭 就是 沒有 不是整個計畫都是特農區 他只有一些部分而已 然後他就說我只有那些部分的 農牧用地等土地所有的人我要開 那其他地方都不想討論 那所以我們現在等於是說在逼這一塊 那總言之不管怎麼樣 聽證一定要開 而且我們一定要逼他開得很好 所以這會是下一階段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因為行政聽證的用意 就是在討論每一塊土地徵收的 供應性跟表情 合不合理 這一塊是不是要徵收這樣子 那可能的方法啦 這也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希望去辦草根會談的一個原因 對 草根會可能很抽象 但總而言之我們想要去在地 透過居民自己去談說 他覺得 航空城現在最不合理的地方在哪裡 怎麼樣是他的期待 那我們如果可以透過一場一場辦下去 因為政府不動嘛 那政府不動的話我們的想法是說 我們先動 而且我們辦的四模四樣 就是真的非常非常認真的去讓居民自己去提 他們覺得真實點是什麼 那對我們也就是 背後的想法是 我們就開始一個行政聽證的準備程序 我就開始跟你說 我這樣子十場辦完之後 我居民已經自己提出這麼多真實點 你要不要回應 你以後不要給我辦一個像說明會一樣的 假裝怪一個聽證的名字 但其實是一個說明會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真實點已經出來了 你就是要提一套論 所以這個會是另外一個非常大的戰場 然後這個戰場會影響到土地震受的結果 就是一塊 另外一塊很重要的是那個還評 就是這個案子已經在讀還評 那之前只做過一個叫做政策還評的東西 這邊也特別跟大家交代 政策還評是沒有準博權的 它是建議性質的 你如果要做這個政策 我建議你如何如何 就是你可能用手要注意什麼 然後什麼生態補償要注意什麼等等的 是建議性質的政策還評 所以航空城只做了一個這種建議性質的政策還評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還評過了 政策還評根本沒有過不過的問題 它就是建議 所以我們一直在要幾個具體開發行為的實際的還評 包括第三跑道都沒有做過還評 那這是下一個很重要的階段 這邊可能法律的戰場會比較重要 那很感謝原生的詹律師會幫忙這一塊 但這是第二塊 第三塊就是我們在做綁標 那想要特別去了解不只是人的故事 還有土地的故事 那這邊就是也是招募很多技工 所以剛剛任何不只是桃園的 就是各位有興趣拜託 回來跟我留電話或留FB 然後桃園有很多小蜜蜂 就是巴德小蜜蜂啊 Vicky小蜜蜂什麼什麼 就是三月巴之後再關心到自己的人情人 所以就非常希望找到美人這樣子 好這樣OK 各位 各位不要走 各位不要走 沒有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那個 我在那個神鋼府駿 那個地方有訪問 那些在地距離 但是 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你們剛剛講的 那個 路拖寬啊怎麼樣 我們才有錢賺啊 這樣地方才會發展 那 這樣的重點就是 我們一般的 年輕人 那其實我們 不會像你講的 這麼專業的 這麼專業的那種 那種理論 就是 在溝通上面 其實是有代溝的 那這方面 能不能再 稍微 能不能用 比如說最簡單的方式 但是最容易說服的方式 不然 大家很多的思維就是說 反正我土地就是 真的就是把它當商品 而不是當成 當成那個 土地 那種情感來使用 但是我在做 那個 不遵填掉 遇到一個 蠻大的 也是傷害蠻大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什麼 好的建議 就是說 這是一定會有 就是說 我們進去 邊對在地距離的時候 就是有些人 就是 得利啊 他看到的是利益 那 或者是說 他所在意的生活方式 就是不一樣 還是把它當成猜猜 所以 我們自己在進入這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 對於真的已經得利了 在草地裡 或有內線交易的那些人 其實 我是放棄的啊 就是說 不是需要去說服他們 因為 他們其實 看性的角度就是那樣子 那這個案子裡面重要的是 這一群沒有辦法 失去這些東西的人 以及你們 就是對我而言 我總之這個案子抬圈 為什麼莫名其妙要和你關心這個案子 就是我們在看的是 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到底是不是對台灣發展好的 那我覺得 就在地而言 為什麼我們去辦草公圈 才是一個對你這個問題的 嘗試 就是說 這些人 這些在地居民 他們一方面看到了利益 就是說 啊我如果不住這裡 我換到多少錢 我可以去計算說 我也許可以有什麼替代的生活方式 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想 而且這樣想是 就是說它是 呃 你進入這個地方 不能迴避的問題 你必須要去理解 為什麼這些人 會這樣子去計算 他可以把土地 變成什麼樣的財產 為什麼 因為整個國家 在對農業政策 對低級產業政策的錯誤 導致了這樣子的可能 就是 這些虛操症狀案 都發生在台灣 被發展的 被放棄的 我覺得真的是這樣 就是我們的政府 把它放棄掉了 比如說 普新三快畜 我們在座的那個 其中有地景解的地點 我們在那邊 弄得很多農村的景色在裡頭 就是 去懷念過去農村的風光 為什麼 因為那塊地是污染的地 那邊的居民 真正想留下的人 多想跟蹤 可是那個污染 已經很多年 就是不是很多年 是從航空城案子開始 之後去查期的 所以 很多在地的居民也覺得說 欸我現在農地就污染了啊 那好歹 我被徵收可以換回一點錢 所以你要去理解 為什麼他 最後把土地當成商品了 最後把他的房子當成商品了 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 但是你如果讓他來好好的談 他想要什麼樣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不會跟你說 我想要去住大的豪宅公寓啊 他不要那樣的生活 他其實有其他的期待 你有沒有可能讓他 把這個期待也講出來 然後當我們面對這個期待的時候 我們政府有什麼樣子的計測 就是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你要去面對他的力量 然後去聽他講他 就是現在怎麼算他手上的錢 然後但是你要去理解說 他其實還有其他很在意的事情 你有沒有辦法 透過更具體的 更長的時間去理解他 然後去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這是為什麼我們要做保調 就是我們一直不斷的在面對 有什麼另外一種發展的想像 這個課程 對啊 我們政府沒辦法回答 那就透過一件事回去回答 這是 其實我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覺得剛剛保全人回答 就是心裡有七七天這樣 因為其實我們一定要在跑 從話區的時候 其實很多居民也是像你剛剛講的 他們會表達他們的那樣的想法 但是很多人其實就是 你很多人你沒有辦法問到 甚至你必須花更多時間才能問到的人 就是像剛剛保全講的 那些東西就是他生活的一切 他沒有的話他就是失去 他就是很難再 他等於被打入土地 很難再犯生活的那一群人這樣子 然後剛剛保全其實他前面有提到說 就是個全國區域計畫 然後其實各個其實有他自己的區域計畫 那我們現在有一群人在看台諾斯的區域計畫 然後也發現裡面很多問題 那所以打個廣告 就是大家都說 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台諾斯之後 有多少新訂擴大都市計畫 或是多少特定的區域 那其實目前我們看到已經 已經超過三千多公頃了 就是台諾斯政府之前已經畫了 已經畫出來了 就是之後要已經超過三千多公頃這樣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加入我們的社會的話就是 可以留個email給我們這樣 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發言這樣 真的真的 台中的大家 其實我們沒有正式組織 就是有個社團 就是台中城市發展天調團 但是因為那是一個沒有公開的社團 因為裡面主要是做比較密集的討論 所以大家如果有就是希望加入組織會一起看台中市有去計畫 我們就是等一下可以留言給我們 好 謝謝 這個自己的土地自己救 自己來關心 好 大家好 我是阿鳳 我是台灣農村政區的成員 然後我們09年的時候其實在彰化惡靈相思寮 那一邊其實就是中課時期的那個診所案 因為剛才有談到的想要有些經驗可以分享 其實接下來就是說我會覺得其實在 他跑行政政所的那個程序上 可能要先能夠掌握就是他整個進程 然後那個環境可以卡住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整個案子如果不能撤掉的話 能夠在行政程序上能夠把它卡住拖延 然後等到他整個開發的那一些資金都等不起了 放在那一邊他們都撐不住了 可能就跑掉了 這也是一種考慮的一個方案 然後另一個部分其實就是整個在那個司法附近上 我們在相思想那一邊其實我們一直 因為其實我們在行政那一塊 因為他前面跑得很快 然後居民其實都還沒有意識到 那時候也是剛才要選舉前 0900那時候要選舉前 那幾個通過 居民都還沒有搞清楚 他只能去抗爭 去阻擋這個徵書案去表達 那一件其實都一定通過了 所以那時候其實後來 其實是已經徵書開始進行了 所以其實反而是 找尋所謂的司法固件 把所有的可能從開發許可 環評的一個爭議 每一個可提的速度每一個都去提 只要提出有進程 然後就想辦法去把它卡住 把這個案件的開發的一個進程 竟然去把它卡住 我覺得這是可以從多方面去下手的 然後另外一個區塊就是說 對於草根問談 然後可以捲動更多人來 來理解這個議題 然後還有這樣的一個開發案 它的一個背後的一個真正的一個動能 一個動能性的一個結構問題 大概是誰 這個東西其實講真的 這個根本不是什麼發展 這個其實就是草地平 這個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句話 今天草什麼樣的地平 今天是去把你那一些所謂的相對弱勢的 你那一些那一邊的在地居民 你那一邊的一個農民的一個土地 對 相對的一個現在的一個價格 價格比較便宜 所以他拿這一些來炒 才能炒高 那這是什麼 簡單的講是一個截屏技術 就是四個字 截屏技術 所以今天其實很想問各位 就是說今天 今天你 如果你家面臨徵收 你會站出來嗎 會 會站出來 請舉手一下 好 那今天如果你家被徵收了 然後你徵收之後 欸 還賺了一點錢 你會站出來嗎 就是你這棟舊房子被拆了 你可能還換一棟新房子 我會問你這個問題 我會問大家這個問題 就是說 這是一種徵收的迷思 就是一個開發的迷思 欸 這個不是弄起來發展了之後 發展了之後 欸 我們不是對我們更好嗎 問題是這個利益到誰的口袋去 你能不能分得到 以我們台中市來講 所謂的勢力重化 我可以講很多的那種 比較大片的地主 然後就去開發 他們確實可以獲得蠻多的利益 所有的開發公司 第一個首先要去壟斷 去籠絡的是誰 就是面積大的地主 然後他欺壓的是誰 相對的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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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其實只是說 可能跟大家給我分享 這樣的一個錯誠 那概念 非常非常謝謝阿虎 然後也謝謝他的建議 我們會跟著走 時間已經很晚 所以我就把時間留回給 欸 你要解釋 喔 還是我講 真的就是 就是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就是兩件事阿 一個是真的有一群人 他會被政府的話術所疑惑 他會覺得說 APS真的發展起來 是對我們是好的 這群人真的要讓他們知道 就是試著去報告 讓他們溝通 讓他們知道 我們自己計劃的風景有多大 你看青浦變現在這個樣子 逃回高鐵站 隔壁變現在這個樣子 當初也有很多地主以為會發展起來 也許他會過得好一點 就這件事並沒有發生 所以相信這些人不見得 是真的相信到對的資訊 那我說我沒有去溝通的是 有一群大地主婦人 那個你沒有什麼好溝通 他真的就是前進他口袋的 那就算阿 但是對於中間這一群 我覺得真的能夠做到好一點 就是去想 我們可以提供他什麼力 讓他生活變更好的想像 真的是這樣子 對阿 他其實只是想要有好一點的生活 那面對現在唯一的選擇 他當然就是 我直接就算錢 但是如果有別種選擇 他們其實會更願意的 我就是可以想想 但是以特定農業區來講 我就是一塊農舍 然後一塊很大的地 這樣子他們 照道理想應該是會領的比較多 是這樣子 那很多本身的地圖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已經被整個土地被原地的項目搜尋了 我覺得這樣講有時候不是很公平 就像說我自己回來台灣 然後打造自己的房子 然後我對這個地方也有感情 我有我的夢想 可是當你這樣才做的時候 我不反對就是說要被徵收的 可是在我自己的立場 我以前這麼辛苦打造所有我自己的世界 我想繼續走下去 你今天把我趕走 我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我沒有那樣的金錢 我也沒有那樣的時間 可是我不反對 就是其他人他願意被徵收的 可是在我的立場 這是從我爸爸我祖先那代傳下來 我想在這邊生根 然後做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這樣子一個人 就是說我自己一個人 我還是有這樣的人權 我覺得我可以去爭取到說 至少你應該照顧到我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說完全一面的就是完全徵收 對 必須 畢竟這是一個有人權的一個國家 我覺得底線啦 就是住在這裡的人 至少生活要變更好更差 他們想要留有的東西要留有的 如果我們政府真的做到這個樣子 我給你做看看會不會很不爛 他們現在就是可以用搶的 他們不需要算那些成本 所以他才會搞這個樣子 他如果真的確保每一個在那邊的人 生活只有更差沒有更差 這樣都做不起來 好 那我們是不是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就是非常歡迎大家 再來跟我們私下討論這樣 謝謝 好 我們這次講的是 曹生 曹林生大師 還有我們三位 最後呢 要跟大家稍微報告幾件事情 先不要走 先不要走 因為剛剛有提到資金還有點缺口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小了一點 但我們今天摺魂 大家丟到這裡 我們全部都給美鳳姐他們帶回去,好嗎? 怎麼帶齁,這邊還有八本的這本買來的政權,一本特價兩百塊 因為剛剛提到,其實在韓國工程裡面也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地方政治派系的這些問題 那其實在這本書裡面也提到很多有關於地方商的政治派系 包含說在選舉買票,什麼這樣的操作 所以我們這邊還有八本,這本來就是在折舞在意賣的 那今天丟兩百塊進去就可以把這本書帶走 那當然如果書賣完,或者你覺得想要丟多少錢都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至少剛剛美鳳姐講了一個很重要的 通過小我的捐款其實展現的是我們公平的集體的力量 那這個集體的力量你現在看起來很小,可是我們不知道它會發揮到多大 那所以說我們今天折舞的這個益柱就全部到時候由他們帶回去,好不好? 然後第二個呢,要預告一下,下個禮拜的折舞呢 下個禮拜因為是四天連續假期 那我們折舞RUN了一年了,大家志工都沒有休假 所以我們要公休一天 請大家給我們折舞志工給我們一天 可是呢,這個元旦四天假期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會馬不停提,非常的滿 一月五號,禮拜一,晚上七點,哲學悲心七五,再想想 那一天呢,是那個政信責案十三週年 那那天呢,我們會邀請到兩位朋友 一位叫做林欣怡,是費死聯盟的執行長 要來談有關什麼叫做費死跟所謂的配套措施 這兩件事到底是什麼關係 那另外一位,還有另外一位來賓,叫做馮光源 那他也要來談,他怎麼去看這個有關於費死這件事情 那一月九號,禮拜五,我們哲學星球一樣在好辦這個地方 晚上一樣好,那應該我們明年時間會有點調整 那我們會再討論,會公布 那一月九號,禮拜五晚上,這一場的折舞呢 會來談有關於PM2.5,來談有關健康權的大作戰這樣子 那一月十號,隔天禮拜六,又有一場折騷貝金記錄 所以我們一月的這個一開春就是很滿了三場 一月十號,禮拜六,我們跟中年醫院社會所合作二十週年的手契 所以會有一場談學運世代,在中區再生基地,在中山路那邊 那會有大概五位到六位,包含了那個這個什麼 這一次三一八的學運世代,還有以前的這個野百能的學運世代 那透過社會學上的一些討論,來討論有關於這個學運這件事情 那這就是我們開春以後連三場的這個哲學星球跟哲學背星球 大家記得要關注我們的臉書頁,就可以看到相關的朋友 好,那我講完了,那好,可以放大家回家了 那記得,大家回家之前要經過這個前面 然後把你的這個鈔票丟入,然後把這個書帶回去這樣 好,那今天謝謝大家,那我們今天活動就到這邊,謝謝 謝謝